哈喽本期视频带来4K型车记录一的开箱与试用 则有选择4款产品 分别是7Line A800云露R8 Pro 海康VSC6S 那么接下来一边开箱一边介绍 先开箱 这次除了海康不只是酸露以外 其他3款都支持 发动算4款展示都还很不错 采用的都是比较有档次的领和 硬度也很够 不用担心在运输过程中压坏 整体来说包装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开箱过程中发现比较有意思的是 本次拿到的7Line A800 跟海康一次在品控上出现一些瑕疵 接着海康发现机身面盖上 有比较明显的划痕 以及镜头上有明显的坑红级 可能视频有点坏 要把两张高清图的看一下 坑红级还是比较明显的 说完海康接着说七零卖 在开箱七零卖的过程中发现后镜头盒 拆出来后里面是有两个袋子 还有就是原本的封口贴是已经贴在袋子上了 看着像是别人撕开后拿下来 看起来要撞回去而没有贴好的感觉 这种开箱的第一感觉就像别人退回了 当然也有另一个可能就是出厂就没有撞回好了 说到这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比较好理解 因为这两个品牌可能出货量比较大 所以在品控方面出现一些瑕疵 当然其他的任何品牌也都有可能会出现 以上这种情况 然后把剩余的开箱拆放看完 看一下这款产品分别就配了什么配件 在这要说的细节 原路i Pro是配有一根短的USB电影线 因为有本车型或视镜附近有带USB接口 那么就可以用这根短的USB线进行连接 就无需走线布线 开箱完了再来单独看一下机器的外观 先从轻麦说起 轻麦外观做过还行 上手感觉很重 镜头调度调整也比较有线 安装后就没那么灵活 机身也就动不了了 接着看原路i Pro是这四款里面 机身最迷的一款外观做工小巧精致 配了吸盘和3M支架 安装上面有灵活 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支架安装 再看一下支架装换的效果 当然支架是越短越好 因为稳固不懂 如果机器比较大 表重容易造成行车中抖动 而导致视频模糊 接着看是啪啪啪第五 外观做工也很精致 材质有点类似硅胶 手感不错也是比较重 这款也用吸盘和3M支架 看一下装上支架后跟云路的差别 那两款放在一起 显得啪啪大好多的感觉 往下看是海灘威射 4M支架的4M支架 那海灘的设计是一体化的 直接贴到玻璃桃就可以 但是B端就是安装后 重新调整位置基本上是不行的 那镜头只能上下调整 不能左右 所以装上后能调整的非常极限 第二来讲后镜头 这三款后镜头都是安装在车内的 安装上的比较方便 那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这三款后镜头的连接线出现有些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啪啪口的最初 70麦也差不多 可能在安装上线太粗不太好走线 塞隔板会稍微麻烦一些 好那么开箱就先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装车上路试效果 那么进气都装车好了 为了更好测试后镜头的效果 这样后镜头安装在前面 开始讲效果前 先说个比较关键的点 就是有些车型打火或断电1到2秒 而这几款进气里面 啪啪口跟海灘是断电就直接关机 就会出现打火断电机器重启的情况 而云路跟七里麦则有延迟关机 不会出现打火断电重启的情况 接下来看一下上路效果如何 准备了几段网上的效果 去便看看 第一段视频是夜晚在城市的道路上 可以看到整体画面是云路比较亮 然而是海坎啪啪口七里麦 是因为画面整体比较灰 对比度也比较低 我们从旁边的花草就可以看出来 云路的颜色相对比较接近 看第二段视频是停车状态下 从车头到左侧前方大约两台车的距离 四款机器车牌都能拍到 就是海坎跟七里麦拍的比较模糊 也有可能是因为装在右边的原因 另外就是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啪啪口 跟七里麦整体偏黑 拍不清两侧的树跟货车的屁股 而云路跟海坎怎能够拍得清楚 再看第三段视频是一段进入隧道的视频 从隧道后可以看到啪啪口画面偏蓝 七里麦画面偏黄偏绿 从头到尾一直都是这么黄绿黄绿的 而云路跟海坎怎没有出现色偏的情况 再看第四段视频可以看到左侧加速桥车 由于加速过程比较快四款机器都拍不清车牌 参数后速度相对稳定车牌能够拍清 那七里麦跟海坎相对比较勉强 可能还是因为装在右侧的原因 在看第五段视频是在关线别弱的环境下 停在路灯下四款机器效果都还可以 再看一下关照吃了货的效果 那四款机器都差不多 但是往前走过路灯后 我们可以看到海坎的画面开始变黑 现在只剩路灯 那其他三款的效果就差不多 好 前镜头的效果 我们就先暂时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看后镜头的效果怎么样 好 去遍看看 先看第一段后镜头效果 从车头到前车大概三米左右 侧半还是可以拍清楚 操作以后基本的拍不清楚 可以看到云路时间是反过来的 因为在机器上忘记设置镜像了 为了对比视频就直接在电脑上水平翻转 所以时间看起来是反的 正常的机器上设置镜像就可以了 接下来看后镜头在光线弱的环境下的表现 可以看到云路的角度 比啪啪口纹70m要更大一些 画面也更亮 那70m画面还是偏白一些 看一段光线弱的环境 可以看到啪啪口比较暗 70m比较灰白一点 在这里说一下后镜头为什么要安装在车前 是因为在装车过程中发现 后掌中多了一贴的深邪的膜 它录像效果不好 为了不影响效果才装在前面 那本次的试用到此为止 接下来进行总结一下本次的试用体验 装车后试用下来发现几个关键点解锁参考 第一个关键点 啪啪口是不能通过机器操作 切换前后镜头画面 那么70m可以单独切换前镜头画面和后镜头画面 而云路是可以同时显示前后画面 也可以单独显示前镜头或后镜头画面 第二个关键点就是 70m与啪啪口出现文件损坏 无法打开 啪啪口的比较好理解 是因为吸火锅链直接关机 可能因为星机电容里面完全没电导 自没有正常保存影片 那其他影片都正常 而70m也就非常不理解了 在行车中总共有八段视频选坏无法打开 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知道是否其他人有遇到过 第三个关键点就是 海康威视在电脑上 是无法用其他不放器常看的 只能用它自带的不放器 而且只能在Windows的系统上 苹果系统是不行的 那么这样的话 用苹果电脑都常看不了 只能通过手机WiFi 一段一段视频下载再传到电脑 对于想用它来拍视频素材是非常有便 包括自驾游视频取材都比较麻烦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开箱试用体验的部分情况 因为试用时间比较参促 所以内容有限 请多参考 那最后行车记录还是建议 给我们功能简单的 因为功能越少 负责率越低 稳定性自然越高 好那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观看